故宫,古代称为紫禁城,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制结构的宫殿型建筑,因其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每年都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尤其是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前来故宫游玩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作为世界五大宫之首的故宫,无论是平面布局,立体效果,还是形式上的雄伟堂皇,都堪称无与伦比的节奏,估计所有游玩过故宫的人都发现了一个问题。 里面的很多地方都对外开放,游客可以尽情地观赏,但有些地方则没有对外开放,其中就有神秘无比的冷宫,不少人都有疑问,冷宫作为故宫的一部分,为何却从不对外开放呢? 有些脑洞大开的人就猜测,估计是因为冷宫阴气太重,不适合普通人游玩,真的是这样吗?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在著名清宫剧《如意传》中,我们曾经了解到,妃子犯了醋后,会被统一带到一个破败的宫殿当中,这里面关了很多犯醋的妃子,冷宫的庭院是潦草衰败的,和皇帝、皇后以及皇太后的住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且这里的太监们都是看人下菜叠的,被打到冷宫的妃子的生活状态,甚至不如当差的宫女和太监,正所谓掉毛的凤凰不如鸡,这里面的妃子甚至还要看太监和宫女的脸色生活,饮食方面和穿戴方面都是十分不好的。 来到这里,尽管曾经尊贵如皇后,也是吃不到好果子的,可是在我们参观故宫的时候,并没有看到有关冷宫的蛛子马迹。 难道这些被称作冷宫的地方都已经被厚厚地锁头锁了起来,并不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参观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终究道破了有关于故宫中冷宫的秘密,原来,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被影视剧中的剧情所误导了,所谓冷宫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很有可能就是妃子们现在居住的宫殿, 由于个别妃子触动了皇上或者得罪了太后,就有可能被关在自己的行宫里面,不允许外出走动,一来二去,皇上就不到这个妃子所住的寝宫内, 看望他这个寝宫就变成了冷宫,与电视剧中少数相似的地方,很可能就是太监和宫女对待冷宫中妃子的态度了。 哪怕在现如今的生活社会当中,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游远林,更何况是在那样一个人吃人的封建社会当中呢? 冷宫妃子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 若是娘家,还能有一些势力可能会好过一些,但若是娘家也没有势力,冷宫中的妃子下场就不确定了, 那那些故宫中尚未开放的地区又是什么地方呢? 为何不向游客开放,让游客参观呢? 其实故宫是一个庞大的古建筑群体,流传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其中已经有很多的地方发生了严重的衰败,由于古代并没有高级的混凝土建筑, 大部分的房屋构建材料都是用砖石和木材传承600多年的老木材, 尽管质量再好,保护得再妥善,也可能会遭到重铸,甚至是风吹雨打的破坏。 为了保护对古建筑物原汁原味的传承,文物保护工作者并没有大刀阔斧地对故宫进行统一的装修, 反而是参考古代的建筑风格一点一点地对古代文物进行修复, 所以故宫有很多地方仍然处在不断的修缮过程当中, 不对外开放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怕这些还没有修建好的古建筑物会发生意外倒塌事件, 造成游客的人身财产损失,所以故宫装备锁头锁起来, 不对外开放的地方一来是出于对故宫古文物的保护, 二来便是对广大游客的人身财产安全负责任, 可有的人并没有亲眼见到,还是不相信, 觉得冷宫就是被这些锁头锁在了见不得人的地方, 末代皇帝的话也不可以全然相信, 可是我们都不是历史的亲历者, 专家所说的话尚且还有不准确的地方, 唯一准确且有发言权的人就应该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 而末代皇帝则是见证了那段历史的交替, 他说的话当然是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关于末代皇帝所说的话是否具有可信度, 曾几何时还闹出过一场啼笑皆非的笑话, 末代皇帝的这一生着实是令人唏嘘, 若是生在早些的封建社会皇帝这个宝座, 可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香波吧, 坐上了这个宝座就代表着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任何人都要听命于他, 只要有人不顺皇帝的心意, 轻则会遭到处罚, 重则可能家族的九族都要为其陪葬, 可是爱心觉罗普仪却是那个不幸的人, 他生在一个人民意识觉醒的年代, 皇帝, 这个位置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香波吧, 反倒是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半生沉浮, 好在最后末代皇帝在国家的引领下, 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公民, 对于其他人来说, 故宫可能只是一个旅游地方, 一个宏伟的建筑可在末代皇帝的心中, 故宫始终有着一个不可替代的位置, 那是一个曾经被叫做家的地方, 所以在拿到自己成为中华共和国公民后的第一个月的工资, 末代皇帝特意买了一张门票到故宫内部去旅行, 看着曾经熟悉的一砖一瓦, 还有因为自己年少无知时搞破坏, 给古文物造成的损失, 末代皇帝闭上眼睛感受着这一切, 这记忆就像昨天发生的一般, 一个悬挂在故宫中的历史人物图像引起了末代皇帝的注意, 原来悬挂的历史人物图的关系却实是飙错了, 那张图上面悬挂着的是光绪皇帝的画像, 可是图画像上的主人公根本就不是光绪, 而是爱心觉罗宰风, 宰风和光绪皇帝是兄弟关系, 并不是一个人, 光绪皇帝是溥仪的叔叔, 而这个画像上的人则是溥仪的亲父亲, 意识到这个错误之后, 末代皇帝立即找到了当时的故宫管理人员, 希望管理人员能够把画像更换, 不要闹出这样荒唐的笑话, 可是故宫内部的管理历史专家听到末代皇帝的话, 首先发出了质疑, 你说有错就有错啊, 这都是我们专家族统一协商好的结果, 怎么能凭你空口白牙? 一句话就撤换下来呢? 历史专家声称自己并没有错, 错了就是错了, 照片上的人并不是光绪皇帝, 而是我的亲爹。 这句话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在进行身份核实之后, 才发现站在自己面前, 这个瘦弱的戴着一个眼镜的小老头, 居然是赫赫有名的末代皇帝, 一个人怎么可能连自己的亲爹都不认识呢? 溥仪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历史专家只能虚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且向末代皇帝道歉, 更改了悬挂在故宫中的人物图像, 所以末代皇帝的书中说道, 冷宫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 也是非常可信的, 其实, 有关于古代的冷宫问题, 还有一点是值得说起的, 那就是能够让妃子幽居在自己的宫殿当中, 已经算得上是很仁慈的惩罚了, 相比较于清朝的这种惩罚, 明代有一位妃子身处的冷宫, 更是令人感到唏嘘, 这一位妃子便是明熙中朱油孝的妃子张玉飞, 张氏原本是一个宫女, 由于天生丽质便受到皇帝的宠幸, 后来被封为妃子, 可是她天生性情正直, 不会说一些谄媚的话, 在后宫中虚以猥蛇地同别人交谈, 因此, 有不少人羡慕她的美貌, 更因为她不会说话, 得罪了很多人, 后来这个张氏怀上了皇帝的孩子, 可却因为没有足月分娩, 便遭到了怀疑, 在古代, 医疗技术很差, 并没有现代的DNA验证亲子关系的技术, 所以, 孩子的母亲若是没有足月的分娩孩子, 便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在外面偷人了, 皇子的血统并不正宗, 因此, 她就被人废掉非位, 有句别宫, 和这个所谓的别宫, 并不像是末代皇帝书中所写的冷宫一样舒适, 这个别宫, 则是一个宫殿的家道, 连一个遮天蔽日的房檐都没有, 她在这里面临的, 就是每天的日晒雨林, 还没有人来给她送饭, 身怀六甲的她只能够躲在家道下面, 喝着天上掉下来的雨水止渴, 这样艰难的环境, 固然是无法生存的, 张氏只坚持了14天, 便支持不住离开了人世, 这难免令人唏嘘, 所以现在再入故宫旅行, 就不要特意寻找故宫中冷宫所在的地方了, 历史的长河已经流逝太久, 有些记录也不完善, 也许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宫殿, 曾经也曾是冷宫, 查询明清两代的相关史料后发现, 紫禁城中并没有明确标识冷宫的匾额存在, 从灵星的史料发现, 关于冷宫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长春宫专门用于安置尸宠的妃嫔, 另一种说法是皇帝贬妃, 毕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因此冷宫没有固定地址, 就是临时打发到宫中偏僻的地方, 明朝天启皇帝在位时, 曾经有一位姓李的妃子, 因为得罪了大太监魏忠贤, 因魏忠贤的谗言, 就被皇帝移到圣旨打入冷宫, 虽然冷宫也属于皇宫的一部分, 但他的条件很差, 也不会有太监和宫女进行服饰, 且妃子还必须干活, 跟囚犯差不多, 据清末一太监记载, 光绪真妃在被慈禧落井之前, 关押在景七阁北边的北三所, 如今真妃所落之井的西边, 此处应算一处冷宫, 当然这两处宫殿, 也只是因为关过受冷落的妃子, 而被后人认为是冷宫, 实际上固定的冷宫区域, 是并不存在的, 在溥仪晚年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记载, 讲述了真实的冷宫中并无文物, 且比较破败, 基本处于长久失修的地步, 故宫经费有限, 冷宫破败不堪, 无暇休整, 完全是考虑到参观者的安全, 再者是没有任何能够参观的价值, 当然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冷宫相当于皇宫里的监狱, 在冷宫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物, 相信很多人去故宫都是为了看一些珍贵的文物, 但冷宫里的物件很少, 对游客也很难产生什么吸引力, 而目前曾作为冷宫的地方, 现在非常的清静, 许多的修副大师都会在这附近办公, 在《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有提到过这个事情, 所以冷宫附近都是一些办公人员, 不会让人轻易地靠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